随着澳大利亚经济近几年的发展 其国内几大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持续走高 自2013年以来 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悉尼、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等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以其良好的投资潜力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者的青睐 与此同时 中国国内的地产开发商也分支踏来 在这里展开投资部署 对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潜力显示出十足的信心 据报道 仅在2013年 中国投资者在悉尼已购买了超过6亿澳元的土地开发项目 房地产市场已经取代了矿业开发 成为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批的最大类别 在站入头角的中国投资澳大利亚房地产项目中 碧桂园集团首个亚洲一外的项目 位于悉尼的碧桂园莱德花园 已于28日正式开盘 该项目位于悉尼市西北方向15公里的莱德区 与微软和甲骨文等很多国际知名企业的澳大利亚总部毗邻 是悉尼城市发展及投资的热点区域 莱德花园这个盘应该算我们在澳洲的第一个项目 接下来应该在近几年吧 就是会有更多的项目会比它大很多 据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分析预测显示 悉尼的房地产市场在2017年前将继续保持热度 强劲涨幅的背后是购房者对悉尼这一良好市场的信心 人民网悉尼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